许传丽 当地的烹羊高手 为了能让我感受到黑山羊的魅力 许大哥早早就开始准备 五连人料理黑山羊讲究一羊两吃 新鲜的羊血 内脏和羊头 被称为羊软架子 第一时间下锅炖煮 即使没有羊肉 也能炖一锅鲜香浓郁的羊杂汤 许大哥告诉我 喝汤只是前奏 吃肉才是重点 吃肉才是重点